协助推动电竞产件 台中市电子街商圈 今年举办了电脑组装酷运动 并将组装类型给升级为高规格的电竞电脑 吸引了各路好手报名 而最后抽出了五位新孕儿来参加组装DIY活动 组装完成就可以报回市价3万多的电脑 不只是要培育在地的电竞人才 也要促进商圈的活络发展 那我们在台湾呢 电子街的电源卖力介绍 电脑周边商品希望拉台买器 台中市电子街商圈配合市府 推动电竞产业 这天举办电脑组装酷运动 希望民众从DIY体验中提升相关电脑知识 我们这次采用的规格的话 是Intel的i7的CPU 那在这个显示卡的部分 我们也是采用1650 4G的显示卡 那在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我们也有16G乘以两支 那在这个主机板来讲的话 我们也有Wi-Fi的这个功能 那在硬碟的部分 我们也是采用SSD的固态硬碟 它的效率也是比传统硬碟还要快 那电子产业的发展就由我们台中市的 在电子街来整个来筹地起步 那这样的发展对我们年轻人 对我们的一些电竞的活动能够有蓬勃的发展 那在刚好这一次的电子街活动 能够结合到我们的台中购物节活动 来在购物 加入我们的APP扫入发表 就能参加我们的天天抽 周周抽 夜夜抽 参赛者在工程师的引导下 依序完成组装步骤 今年组装类型 以高规格的电竞电脑为主 吸引不少民众报名 最后抽出五位新女儿参加活动 只要组装完成就能报回市价3万多的电脑 这个活动很棒 然后因为自己不会组装电脑 所以来学习这样组装电脑 这个活动很棒 然后规格也不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蛮超值的 对啊 然后自己本身有在玩游戏 对啊 主办单位表示 借由活动不只是活络商圈发展 民众也能吸收电竞电脑相关知识 对电脑结构更了解并获得成就感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